e-tag上路之后真的是状况连连 有周刊登出了测试报告 发现e-tag是用静止不动的模式来测试 而送给高工局做验证居然也可以过关 今天也有学者专家跳出来批评 这份报告的验证数字居然高达了百分之百 样本数根本就不够 e-tag验证报告遭到周刊媒体披露 报告内容写着e-tag测试 竟然只是拿一片玻璃放在感应门架下 就以静止不动的方式完成测试 让交通学者痛批 都是因为赶鸭子上架才会造成这样的草率验证 那我们现在从结果论来看 现在看起来我们有重复侦测跟错误侦测 那当然重复侦测主要是同一个门架 不同车道的侦测机会侦测到同一辆车 那错误侦测就包括比较广 包括对象的政策 高工局发出新闻稿回应 根据7月规定通行正确率应该达百分之九十九 经查核验证之后 结果正确率高达百分之百 而可收费成功率应该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验证结果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三六 教授批评这样完美的数字 明显代表测试的样本数不够 而且验证根本没做极端测试 他测试的样本数跟测试的情境的组合 或许就不够完备 所以才会造成后面的这个错误的件数 整个来讲是测试是通过了 而且德国来源公司也针对IVMV的部分 出了验证通过的报告书 相关的检验报告的部分 检验的过程的部分 我们也今天要求远通 今天要拟一个声明 对外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声明 专家指出正常应该做到半年以上的测试 但感应门架去年7月才全部完工 验证程序被压缩到三四个月 造成错误百出 高屋局和远通应该尽速出错补证 优点TV 刘宇佳妮 新北市报道